这是中国近代混乱动荡的一段历史 袁世凯死后 北洋军阀各大派系轮流控制中央政权 短短十三年中 政府首脑多次更迭 有三十八届内阁垮台 袁世凯的继任者 为何发生旷日持久的抚愿之争 张勋复辟是他愚昧顽固 还是受了别人的利用 曹坤会选 为何能买通众多国会议员 而一幕幕风云变幻的历史景观 又是如何为国民革命的到来 拉开了帷幕 历史学者宋连生将为您讲述系列节目 北洋乱局 首次用兵失利后 段祺瑞重整旗鼓 准备再次对西南大局 这时前方却在此声变 军事行动有第二次泡汤的危险 为应对突发状况 彻底压制冯国璋为首的 楚河势力 段祺瑞邀请凤系军阀张作霖 入关驻镇 那么这部险棋 会证局造成怎样的冲击呢 历史学者宋连生将为您讲述 北洋乱局第二十八集 奉军入关 1917年 段祺瑞主导北洋政局后 一心要打压不服从号令的西南势力 通过军事行动统一全国 不料他发动的首次军事行动 因前方将领倒戈而功亏一篑 自己也被迫辞职 此后段祺瑞大力拉拢曹昆等各省都军 准备卷土重来 不料就在段祺瑞调兵潜将 再次用兵西南的时候 受命前往湖南增援的将领冯玉祥 突然在湖北武学停止前进 并向北洋政府倡议南北议和 与此同时 拼命于冯国璋的长江三都 也不时采取行动 阻挠北洋军前进 眼看精心策划的军事行动 有再次泡汤的危险 段祺瑞决定寻找新的同盟者 用实力压垮冯国璋等组合势力 那么他会向谁借兵呢 军法最讲实力 段祺瑞认识到 要想让冯国璋俯首认输 就必须要让他感受到足够的压力 而且呢 必须是军事压力 可段祺瑞并没有自己的部队 要给冯国璋施压 必须借用外兵 向谁借兵呢 只能向凤席借 因为当时晚戏部队都已经派往南北战争前 现北京只有冯国璋的总统共卫军 没有亲近段祺瑞的部队 为了解决这种武力上的不平衡 为了让冯国璋及其组合派切实感受到武装压力 段祺瑞派他的小善子军师徐树征以接洽国防为烟幕 到凤天去联络张作霖 协商调动凤军进官填补经济的武力真空 请凤军入官 是段祺瑞为压冯国璋就范而走出的一招妙棋 也是一招险棋 因为我们在前面讲过 段祺瑞从来瞧不起凤军主帅张作霖 认为这位绿林大学毕业的张大帅 是半路混进来的假北洋 但是为了与政治对手较量 他又不得不极力拉拢这位土匪出身的大军阀 这次请凤军入官就是这个样子 段祺瑞甚至张作霖野心很大 而且是诡计理 一旦请他进官不给点油水 是很难打发他的 但是段祺瑞认为 自己目前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 请凤军入官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这就有点类似于饮阵止渴 明知后果严重 却又不得以而为之 在这里我们要简单介绍一下凤军统帅张作霖 张作霖祖籍直立何间 清道光年间其曾祖张永贵因家务横产 衣食艰难出关谋生 到了今天的辽宁海城 张作霖生于清光绪元年也就是公元1875年 在兄弟中间排行地墨 小名张老哥的 在东北里边 老哥的就是指家里最小的孩子 据史料记载 这位张老哥的身材矮小 其貌不扬 从小不喜欢读书 年16岁 急于萧小为伍 初入赌场不务正业 当年辽和一带战乱贫 扔土匪横行 张作霖一词赌书 无钱还债去偷猪 又被人家捉住 遭到痛荡 为了这件事情 他在村里抬不起头来 便去了广宁 当了胡子 所谓胡子 就是土匪 张作霖刚做土匪的时候 主要是充当蓝靶子 负责看票 就是看守土匪 绑来的人质 时间长了 他觉得干这种绑票 看票的事情 没有什么出息 便在附近村屯 有钱人的支持下 网罗了三十多名散兵游泳 在居住的赵家庙 成立了一支保险队 将附近的几个村屯 划为保险区 在保险区里边坐地抽响 在保险区外边 勒捐绑票 可见 张作霖的所谓保险队 就是一种土匪武装 所以张作霖后来讲 他自己是绿林大学毕业 此言不虚 张作霖的绿林大学 不同于历史上的绿林好汉 历史上的绿林好汉 大多标榜 杀富济贫 张作霖自从投身 绿林便依附豪身强 百姓钱财 为权贵办事 后经地方豪强担保 接受官府招安 由胡匪马贼摇身一变 成了朝廷命官 张作霖这人读书不多 但悟性不差 在绿林大学学了不少处事本领 他常与深商交往 史书上说他洗拉拢 善应酬 馈赠毕头其所好 他在新民府任武营管带的时候 奉天巡防处总办张锡鸾 来新民视察 他听说张锡鸾爱马 就在他视察期间赠以良马 新民之府贪力 张作霖就溃金钱 靠了这种拉拢和钻营的本领 使他试图屡屡升迁 很快当上了奉天巡防营前路统领 手下拥有了数千亿兵亿匪的武装 宣统三年十月 东三省总督赵尔逊 正在黑龙江视察 呼吻武昌起义爆发 东北新军中也有响应迹象 赵尔逊急忙赶回奉天省城 连夜召集文武官员开会 商讨应对之策 当时省城除了新军之外 并无其他官军 而新军正是潜在的反清主力 赵尔逊惊恐万壮 生怕做了革命党人的刀下轨 一度想弃城入关逃命 此时有人向他推荐张作霖 说其人激进 而且愿效忠大帅 赵尔逊觉得原水难解尽可 那人却说张作霖已在府外等候 原来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东北 张作霖得到部下从省城发来的密报 知道赵尔逊手下缺兵少将 便率部兴业赶赴省城 赵尔逊在困境中建到了 张作霖精身大振 并利用张作霖的部队 稳住了东北局势 张作霖因此被清政府任命为 官外练兵大臣赏代花灵 他的部队也从此控制了奉天省城 民国成立以后 张作霖所部被改编为陆军第27师 驻扎奉天 张作霖升任中将师长 并且在袁世凯主政后期 升任圣武将军 都里奉天军务并兼寻岸史 所谓都里奉天军务 就是奉天都军 所谓寻岸史就是省长 奉天是东北第一大省 在东三省中间位置最为重要 张作霖当上了奉天军政一把手 也就成为东北的第一号人物 段祺瑞想邀请奉军入关 压制冯国章 他派自己的亲信徐树征与张作霖接洽 并收到了张作霖同意入关 驻镇的消息 这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奉军刚一入关 竟然首先打劫了段祺瑞 从日本购置的大批军火 那么张作霖为何如此胆大包天 这件事又是否会打乱段祺瑞 与张作霖的合作计划呢 历史学者宋连生将继续为您讲述 北洋乱局第二十八集 奉军入关 张作霖接受邀请奉军即将入关 为段祺瑞助阵 就在段祺瑞为此感到兴奋的时候 突然发生了一件事情 就在一九一八年的二月 奉军将领张景慧等人事先得知消息 北洋政府的一批军火 即将从日本运抵秦皇岛 二月二十五日 张景慧率军抵达秦皇岛 运送军械的日本轮船靠岸 并将军火装上火车后 张景慧命人倒挂车头 火车出山海关开往东北 大批军火就这样成为张作霖的囊中之物 张景慧这个人 与张作霖关系是非比寻常 此番张景慧入关 劫走了参战都办购自日本的枪械 消息传来 不仅让冯国章感到压力 也让段祺瑞深感震惊 因为段祺瑞正为各省都军 不肯听命发愁 准备利用参战都办身份 用政府军费购置军火 编练自己的参战军 这种做法就类似于当年 袁世凯在天津小战编练新军 这批军火就是用来做这件事情的 却不料被凤军抢劫了去 段祺瑞为此致电张作霖 令张作霖交还枪支 张作霖却说 他正准备奉中央政府之命 入关南征缺少军火 这次部下提去一批军火 事先为己请示 27日他再次致电段祺瑞 说此次奉天请领军械 戏奉元首讨伐明令 整势军队为政府之后盾 锁链军队 无论队内队外军属拥护中央 一旦编练成军 息听政府驱策 还说那批军火 运京流凤 宗旨无输 盖全军军属国家上河器械之足迹 言语之间颇为有恃无恐 张作霖的有恃无恐 是因为这些年趁着官内动乱 各派军阀混斗不已的机会 他在官外发展的实力 成了官外最大的地方武装 与官内在直完两系之外的各地军阀比 也属实力强劲 在直完两系恶虎相斗中间 奉系站在哪边 实力的天平就会倾向哪边 如今奉军入关 为晚系站台 张作霖觉得拿点断其锐的军火 应是情理中间的事 再说 张作霖原本不知道有这批军火 是徐树征将机密告诉了 张作霖的手下爱将张景慧 那徐树征为什么要这么做 就是要将这批军火 作为见面礼送给张作霖 徐树征奉命招请奉军入关 知道不带点礼物 是说不动张作霖的 如果事先请示呢 段其锐一定不会答应 而奉军不入关 就不能给冯国璋施压 因此徐树征就背着段其锐 做了一回主 他不仅将如此重要的机密 告诉了张景慧 还利用自己在陆军部次长任上 时私自留下空白证件 为奉军开出了领取军火的官方文书 徐树征是段其锐的第一哄人 有徐树征的暗中支持张作霖 当然就有恃无狂了 徐树征火同奉军 阶军军火 段其锐大为不满 说徐树征啊 只是教挠生物 教挠生物 从字面上理解 就是教猴子爬树 意思是教坏人行恶 但徐树征却不以为人 他反问段其锐 长江三都之生目谁交之者 意思是说冯国章指使长江三都行恶 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利用奉军呢 段祺瑞没有话说 但心里呢仍然不痛快 因为长江三都主河是为冯国章站台 奉军名为主战第一招 却抢了段祺瑞的宝贝 段祺瑞他能不赌心吗 秦皇岛抢劫军械 对于奉军扩充实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年军阀混战有枪就有兵 张作霖抢劫来的这批军械 随即就招兵买马 先后增编了七个混成旅 其中有六个派入关内 还组建了奉军暂编第一师师长 就是率部在秦皇岛抢劫军火的张景慧 尽管张作霖打劫了北洋政府的军火 为了与奉军合作压制冯国章 段祺瑞只好听之任之 那么奉军入关后会采取哪些行动给冯国章使压 而在奉军逼近京城的情况下 冯国章又会做出哪些让步呢 历史学者宋连生将继续为您讲述 北洋乱局第二十八集 奉军入关 奉军入关打的是拥护元首的旗号 但处在被拥护地位的冯国章 却被吓得胆战心惊 因为奉天处于北京后方 奉军入关对北京政府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冯国章记得很清楚 仅仅在一年前辫子军几千人开到天津 就把黎元洪赶下了台 如果奉军开进山海关 他的总统宝座自然是大受威胁 甚至可能性命不保 他也明白奉军入关是段祺瑞的一招恶棋 意在对自己施压 2月26日冯国章在总统府召开紧急会议 讨论对策 段祺瑞应邀出席 冯国章用锋利的眼光望着段祺瑞说 奉天出兵既未奉有命令 事先也未通知 前任陆军次长徐树争到了奉天 这些情境究竟用意何在 冯国章的话算是问到了点子上 从法律上讲 部队调动要由陆军部调令 当年张寻带几千变子兵北上 至少在名义上讲 是奉了大总统黎元洪之邀请 如今在陆军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 奉军大举入关 简直就是无法无天 段祺瑞本来就不善言辞 听了冯国章的问话 更是张口结舌 说不出话来 扭捏了半天才说了句 太冒失了 好像是说徐树珍 也好像是说张作霖 但下一步该怎么办 他却只字未提 这样的会议当然不会有结果 因为虽然有些是徐树珍先斩后奏 但招奉军入关是段祺瑞的决定 不论冯国章的话如何说到点子上 段祺瑞肯定不会让张作霖退兵 再说开弓没有回头见 到了这一步 即使段祺瑞愿意叫张作霖退兵 张作霖也未必肯答应 2月26日 奉军一部遵照张作霖的命令 禁礼京东重镇鸾州 28日冯国章电令张作霖 命奉军退回东北 张作霖理都不理 3月5日 奉军一部由天津开到廊坊 并且在车站检查往来旅客 国务院去店 说明廊坊不是戒严区 不能检查旅客 奉军仍置之不理 张作霖随即发表通电称 兵已入关 无可撤退 长江有事 即可南下应援 他还请北京政府在天潭一带 指定营房以便奉军进驻 北京方面尚无答复 张作霖已派人进京 在天潭南城一带寻找 助兵房屋 奉军即将进京 北京城内人心惶惶 张作霖和张巡原本关系密切 尽人皆知 如今张作霖要带兵进京主战派中的不少人 又联名提议要求赦免张巡 更加剧了京城的恐怖气氛 人们担心会出现第二次轻使复辟 一时间 京城百姓纷纷纷外出避难 京津铁路 京汉铁路的火车上挤满了避难的人 情形与上一年辫子军开到北京的景象是极为相似 此时最着急 也最害怕的 要算是冯国章了 无奈之下 冯国章被迫于2月17日 公布了临时参议院所修订的国会组织法 与两院议员选举法 18日命令内务部筹备新国会的选举 这是冯国章对奉军入关的第一个实质性的反应 是他对段祺瑞和晚戏集团做出的一个重大让步 冯国章当初放弃江苏都军的要劝 来北京就任只有一年任期的代理总统 内心想着在一年以后能够转为正式大总统 他进京以后那么卖力的主张调和南北 也有这方面的考虑 他认为自己的副总统职务 是根据临时约法由旧国会选举出来的 由副总统代理总统 也是根据临时约法和大总统选举法确定的 恢复临时约法和旧国会符合他的利益 但段祺瑞自评定张寻复辟以后 就以再造共和自居 拒绝恢复临时约法 拒绝恢复旧国会 他仿照民国初期的政坛架构 组织了一个临时参议院 以这个他可以操控的临时参议院 代行国会职权 修改国会组织法和两院选举法 在此基础上 组成符合北洋派晚戏集团的新国会 对于段祺瑞的这套计划 冯国璋自然并不认同 对待临时约法和旧国会的不同态度 也是冯国璋与段祺瑞斗争的深层原因之一 如今 面对奉军即将入关的严重局面 冯国璋被迫做出重大让步 这个让步实际上就意味着 他不得不放弃竞选正式大总统 冯国璋举止失措 王世珍眼看朝政日非 不肯再做这个受罪的国务总理 便又提出辞长 冯国璋不肯松手 王世珍干脆不到国务院办公 冯国璋无奈 只得接受王世珍辞呈 派内务总长钱能迅代理内阁总理 眼看奉军步步逼近北京 冯国璋惊慌失措 被迫放弃了日后竞选正式大总统的想法 这也就意味着 在进京担任代理大总统半年之后 他不得不放弃与段祺瑞在政坛一举高下的想法 即逼迫黎原红辞去大总统职位后 段祺瑞即将在第二次府院之争中取得全面胜利 那么他是否会以冯国璋不参选正式大总统的表态为满足 在奉军的步步紧逼之下 冯国璋还将被迫做出哪些让步呢 请明天继续收看 张作霖的奉军应段祺瑞邀请入关驻镇直逼北京 感受到威胁的冯国璋惊慌失措 对方此时却声称并不要求冯国璋下台 那么段祺瑞这般兴师动众 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 下期节目中 历史学者宋连生将为您讲述 冯国璋走兵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